《行善而被人知是陽善,不被人知者是陰善。 陽善只能享得名譽的福佈,陰善必敢應口福果佈。 世間人如其名過實,必有其禍,因為明大會朝妒忌, 聖名者大都是浪得虛名,缺少實際功德。 故此一般名望之家,橫逆之事會特別多。 古德曾言,不可明過其實,首如聖所賺。 假若有人無過而被橫家惡言,又能亦來信受者, 必定是有道德修養之人。 家運會突然興盛,更使逐眼所見的事,為惡昌盛之現象。 他們不知所見或所聞,非實則如此。 有關陰陽之善,只差別在明與暗之分別而已。 行善為何有視善、非善之分? 例如有官員做善事,得到政府頒與金牌作為獎勵。 他為了表示自己不是為金牌而行善,他不接受。 這便是非善。 因為君子作事,可疑風逆族,新教會成為大眾的規範。 為了突出自己的與眾不同。 為得俗人給予不是為金牌而行善的虛榮稱讚, 而影響行善之人認為接受金牌是刁臉的事。 這便是非善。 另一例子。 有人協助被劫者、勤賊,並取回財物。 物主送他一筆獎金,以表謝意。 助人者,肯樂意收起。 便會影響到很多人,樂於協助捕匪之風氣。 理由是一個肯援助,一個肯致謝。 以上兩例,表面看官員不領金牌是廉潔好事。 接受賞金者是不完美。 但效果剛好相反。 因此,凡人行善,不可止看行為,必須看他的流閉。 不可止看眼前,必須看其結果。 不可論個人之得失,須以對大眾影響而定。 如目前已善,而其果足以害人,則屬好象善,而實非善。 若目前不像善,而其果能利而眾人,則是不像善,而實是善。 舉一可以反之旁通的例子。 例如過分稱讚他人而迷人神志。 為守小信而失誤大事。 寵愛兒童而成大患等等。 這些行為是形成好心無好報的原因。 感謝您! 為患者不欣賞,行! 恭喜,感謝您! 替代言。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